投车我就要大劳 你妈都已经答应我了 你劳 莉莉 那车一辆一天就得上班呢 我不管 结婚是一个女人 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我就想连这天长长脸 我说还有点事 婚车咱下次再看吧 咱就把你女朋友扔在那儿 不太好吧 差三毛五毛的就别计较了 我妈 不过抽个准呗 我这一天不就挣个三毛五毛吗 行 那你这手 没事 你儿子不是马上结婚了吗 咋还在这干呢 停一天 就少挣一天钱 我闲不住 那钱哪有身体重要呀 不还是 就要立冬了 换季天冷 老咳嗽 干的 人家姑娘联系我了 说迎亲的车要 什么什么丝 我也不懂 我想着 租车就租好的 不能亏待人家 孩子马上成家了 您就别操心了 哪能不操心呢 房子 车的 工作 孩子 以后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我哪怕 每天多赚一块钱 他不也轻松点吗 当妈的 这一辈子 不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吗 行行行那您先忙 好 妈 妈 可是当儿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您见在一方看了的 儿子 妈没事 好了 妈 姑娘 你认为的简单 并不带格应付 这价格 也不能衡量诚意 我觉得你还是 我这辈子就结一次婚 要是不够特别 那这婚干脆不如不结了 你帮我干嘛 你这样是呀 你跟着他 你 你咋 我来商量婚车的事情 李莉 章鱼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想要的车 走 就要吃 看好了 阿姨 这立冬了 天气越来越冷 又干燥 容易咳嗽 我给您买了补肺丸 您到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 保暖和护费 这 你死脑筋啊 不照找吧 我是说了 结婚要特别要长脸 但特别不一定 非得花很多钱呀 电动车迎亲 全程独一份 肯定够特别 够长脸 哎 我可不好满足啊 各种颜色的电动车 我都要 是吗 和尬 哼 你很想象 这两个动作 我去哪儿 咱这要不好吧 哎呀没事没事 一会儿你计划行尸 这电车扎胎了 对啊 早上的房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上我记得有一个修车的 这上面有地址电话 可以过去看看 谢谢 没事没事 他怎么没往修车店走 东子从店里走了 说去他妈那儿了 咋办呢 先跟着 咱们往东子他妈那儿去 带上这儿 这是 这是东子他妈平时在这儿干活 东子和他出恋女友谈了四年了 本来都要谈婚论嫁了 但阿姨身体突然出现问题 东子不想拖累女生才提的分手 咳 妈 不是说我今天去复查的吗 人家留意生的号只有上午 现在都过点了 你看 妈的身体好了 别花那个冤枉钱呐 这哪行 妈 我重新预约一个号 明天上午我陪你去 行 明天再说吧 你去忙吧 哎呀 忙吧 快快 去 好嘞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知不知道 秦阳今天就要走了 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去留人呢 我最近修车的 拿什么留啊 人家是吃牛排的 我总不能拉着他 陪我一块啃馒头吧 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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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就完了 喂 李小冬 你不说话 我知道是的 那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我到着都能备过 我被公司调去国外总部了 以后可能就不回来了 下午四点 我从家里出发 如果你来我就 我从家里出发 我怎么是干什么 我去追啊 去啊 赶紧 追啊 谁开车了 走走走走 拍多远啊 拍多远啊 紧紧 紧紧 啊 赶紧 快去啊 快去 小冬 阿姨 阿姨知道 瑶瑶给你打过电话 可小冬 这过日子 不只是谈情说爱 是柴米油盐 就说这车和房吧 你能拿出哪样 这以后结了婚 有了孩子 还得上学 你说哪样用不到钱 你总不能让瑶瑶将来 跟着你 四处求人 卖脸讨生活吧 瑶瑶离开你 能有更好的生活 你也能专心照顾你妈 既然已经分开了 就请你以后 不要再耽误瑶瑶了 请你不要上线 不要着急 请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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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呀 人家等你呢 去呀 愣发生了 走 喝酒 走 走 走 喝酒 喝酒 走